音樂 各位老師、各位同學大家好 今天我要跟大家講的是七之一 佈置昆蟲箱跟飼養注意的事項 那我们会问小朋友说 你观察过昆虫吗 搜搜看 那有一些小朋友 他是有观察过昆虫的 那有一些小朋友 在观察的过程当中 他会认为说 昆虫很容易飞走 然后不容易观察 那我们接着问他说 那如果我们想要 养一些昆虫 究竟来观察 这样子的话 他就比较好 可是你们会 饲养哪一些昆虫呢 那一般小朋友 他会就他的生活经验里面 来回答说 会养蝴蝶 独角仙 敲行虫 竹节虫 一些比较常见的昆虫 那事实上 昆虫是有 生活史是有变态的 所以我们会希望 小朋友他在观察昆虫的时候 可以看到他的整个生活史 所以我们就问他说 那如果是养蝴蝶的话 那你可以观察蝴蝶残暖 呼化成毛毛虫化有 以化成蝴蝶 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要怎么布置你的昆虫饲养箱呢 那这时候学生的回答可能很多言 因为很少的学生会了解到 那个昆虫的食草 是很重要的 所以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帮忙 答应假说 如果你想要饲养五尾凤蝶的话 那就要观察五尾凤蝶 是在哪一种植物上产卵的 那这个植物呢 就是这个幼虫的食草 那如果说你不知道 你也从网路去 做一个查阅 你也可以了解到 那五尾凤蝶的食草是什么 那你可以把这一盆植物 照往来饲养 那为了要使它增加很大的空间 我们希望有四肢支撑的支架 那这样的话 饲养的空间才大 比较不容易产生病虫害 那所以我们要帮助小朋友 去了解造往的植物 要怎么造往 那一般来讲的话 就是说这是一盆 我们所要让那个昆虫 它可以吃的食草植物 我们希望有四肢的支架 来做一个造往的动作 那这样的话空间比较大 它比较不容易 美菌感染 而且不能胶太湿 另外还有一种方式 可以这样的方式 也就是说你把植物放进去 然后你可以把它盖起来 当你要观察的时候 再把捡链捡起来就可以了 那我们希望 小朋友在观察昆虫的时候 可以看到完整的生活式 所以他可以看到五尾凤蝶产卵 那这个就是它像乒乓球的卵 然后它的幼虫 然后化涌 以后再以化成蝶的样子 那接着我们说 如果你所要饲养的昆虫箱 没有那么大的空间来放置这个棚栽的话 那你可以改用我取一段的树枝 来饲养昆虫 那这时候你怎么去布置呢 那多数的学生都会认为说 我可以把这个树枝 插在一个水罐子里面 然后照上一个玻璃罩来饲养 那事实上你任意把树枝 插在一个水罐子上 树枝是没有办法直立的 它会倾斜的 那这样子可能效果就不好 所以我们就可以协助搭银架说 你可以使用宝特瓶来饲养昆虫 那你在宝特瓶的话 用火烤钻子 然后在这边钻一个洞 那这个洞的大小 正好可以让树枝的枝条可以插进来 那这样的话 树枝的枝条 它就会陷入在这个洞里面 它会是直立的 那直立以后你再来饲养昆虫的话 它第一个水分它吸收得到 第二个它整个叶子不会偏向一边 那就比较容易饲养昆虫 那像这样子饲养昆虫 你就不需要浇水了 因为下面的水分就可以提供给它 好 那我们接着问说 那如果你想要饲养 独角仙、锹形虫、金龟子 这一类翘似木的幼虫 那它们都是吃虎直直的 那你如何布置你的饲养箱呢 那大部分的小朋友就会回答说 我可以用罐子然后放土来饲养 可是罐子它事实上比较不容易透气 所以很多学生就会把这个鸡母虫养死 那这一个一般是锹赤木的一个昆虫 它是吃虎直直的 所以都是在泥土里面 那我们可以来分辨一下 那一个锹形虫的幼虫 跟那个独角仙的幼虫 我们从尾巴来看 如果尾巴它开的是这种 阿拉伯数字一字的话 就是锹形虫的幼虫 如果开的是国字一字的话 那它就是独角仙的幼虫 但是很多小朋友他不太会分 所以我们告诉他以后 他就会分出来了 那再来的话 我们就会答应教说 事实上饲养这些幼虫的腐植质 非常重要 所以他必须要健康 没有美菌感染的 因此你可以先把腐植质 去做一个美菌的动作 那另外你也可以去购买 兜虫专用土来做一个饲养 那我们在饲养的时候 新药把土层放在这个饲养箱里面 我们要稍微压一下 压到七分满 那压的动作的话 他比较密实 那独角仙他在钻的时候 他就比较容易钻 那之后你就可以把这个虫放进来 把虫挖一个洞让虫通通放进去 放进去以后虫就会开始慢慢钻进去 然后你再补一层的土 补到八分满就可以了 然后你就可以盖盖子来饲养 那平均的话 我们一个星期会在土表会喷水一次 但是不要太湿 就是让他有一些湿润就可以 那这时候他就可以长得很好 他也可以自己做一个勇士 在这边画勇 那再来的话我们就会问他说 那独角仙敲行虫金龟子的幼虫他画勇 他会已画成成虫 当他已画成成虫以后 他就不再吃虎直直了 他会跑到那一个陆地上来 那他主要是吃那个树皮 或者是吸树枝的 那这时候你要怎么来饲养昆虫呢 饲养他的成虫呢 那学生的回答可能就是很多言 那他们的回答可能形形是都不高 所以我们就会让他去了解到一下 这个就是他的幼虫然后画勇 画勇以后他要到成虫以后 以画成虫以后他事实上是啃树皮 然后用他的一个 比较属于蚁毛状的那个口气 来吸食树枝的 那我们可以帮忙答应假说 事实上成虫他需要有活动的空间 所以你可以现在有虎直直的饲养箱里面 你插一根木头 插一根木头 那当他蚁化以后他就会爬上来 那他蚁化爬上来以后 你就知道他已经蚁化了 就可以重新布置有树枝木屑木材的饲养箱 那成虫的话你不太可能给他树干 让他来啃树皮 所以你可以取一些取代的东西 比如狗栋或者是苹果这一类的水果 来饲养这些翘子木的成虫 所以我们这里面的话就是成虫的饲养箱 我们刚刚让他鱼化出来了 那在这个饲养箱里面的话 你可以放昆虫专用的果凍 你也可以挖洞放水果 比如说苹果水梨都可以的 那在这里面的话你必须要有一些 能够让这个成虫他能够进去休息的地方 所以可能就是一些甘草或者是一些木屑之类的东西 那他就可以去进去里面休息 那等到他需要的时候 他就会爬上来去吸食这一些果凍 或者是水果的汁液 那这样的话他就可以进行一个观察 好 这是以上的参考资料 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为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